在这一边它是straight line AB 然后它说它equation of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 是这一个 然后它要我们找polinate of A so perpendicular bisector的话呢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知道它的 X加2Y等于9 所以2Y等于-X加9 所以Y等于-1个2X加9 -1个2X加9 加9个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是-1个2 so我的gradient of AB乘gradient of 这一个会是等于-1 所以gradient of AB 会是-1除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gradient of AB 会是等于-1颗-1颗2 所以它会变成2 so我的gradient of AB 是等于2的时候呢 这样就是说我的 3-Q除4-P 会是等于2 10-Q等于2 4-P 然后3-Q等于8-2P 然后在这一边我就有2加2P等于Q 所以我的Q等于2加2P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equation so我在这一边我把这个板来前面 这个板来后面这个板去前面 3-2 3-8-2 然后perpendicular bisector 的话呢 它就会经过它的那个mid point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在这一边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这样做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AB是等于2的时候 我找出AB的equation so我的y-10等于2挂5 x-4 在我的y等于2x-8加10 soy等于2x加2 so这个是我的equation2 然后刚刚这个是我的equation1 so我sub我的equation2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我就可以找到他们交界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那个交界的点 so我就有x加2 2x加2等于9 x加4x加4等于9 然后我们就有5x等于5 x等于1 然后在subx等于1 intoequation2的时候 y等于2乘1加2等于4 所以它14是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这个垂直平均线呢 是它的14 ok so这一边是这样 so这一个是14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有p加4除2会是等于1 然后我的q加10除2会是等于4 然后我就可以找到我的p跟q了 ok也就是我的a的coronate ok so在这一边 这个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p加4等于2 然后p等于-2 q加10等于8 q等于-2 所以我的a 然后就是-2-2 ok 好 -2-2的话呢 -2 然后-2 它的图形不准 因为它的4 4降一点点 然后-2 超过它的4 然后它10降一点点 它的-2 就这样多 所以它图形不对了 所以这一个是-2-2 我们不要去纠结 它的那一个lock not scale not to the scale to find the equation of locus p xy this term from a is always 5 uni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在这一边 b的部分 刚刚这个是a的部分 a的部分在这边 so b的部分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ta等于5 然后a是-2-2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x-2 的square 加y-2 的square 整个square root 会是等于5 所以我就有x加 4x加4 加y square 加4y 加4 等于5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我square ok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是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x-square ok x-square 加4x 加y square 加4y 然后 这一个4加4 8-25 然后它这一个是-17 -17 好 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刚刚我的那个locus a 那边错的话呢 我这一体本体就继续错再去 ok x-square 加4x 加y x-square 加4 也是-17 这个是正确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十题这一边 在这一个它 它告诉我ab 是2u加5b ad 是7u-3v 然后dc是2kv-3u 然后它在这一边它要我们找bm m m是midpoint of bd so 我在这一边我要找那个bd的话呢 它就是ba加ad ok ba的话呢 是-ab b-2u加5b -2u加5b 然后再加ad ad 是7u-3b 所以它会变成-2u-5b b加7u-3v 所以它这个是5u-8v ok 我有5u-8v 好 然后说我的那个bm呢 会是1 2分之1 of bd 所以它是1 2分之1 of 5u-8v 所以它会变成5u-4v 好 第二的部分它要的是am so am的话呢 它就是hb再加b去m hb再加b去m hb是什么呢 2u加5b ok 2u加5b 这个是那一个ab 然后bm是什么呢 bm是我刚刚找到的这个东西 bm是我刚刚这边找到的这个 ok我刚刚找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 ok so加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am呢 就会变成呢 呃4加5 7.2u 然后加b ok so am 然后题目告诉我 它找ac ac 他叫我们找ac先 hc的话呢 ac很简单 ac它其实是hd d再加d去c ok 所以hd是7u-3v 然后d去c呢 是2kv-3v 2kv-3u 所以7u-3u 就是4u 然后 再加这个2k-3v ok 然后它在这一边 它讲什么东西 它叫我们 找v6k amc amc 是co-linear so amc 是co-linear的情况之下呢 它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amc 是co-linear 我amc 是co-linear的时候 就同一条直线的时候 就是说在这一边 amc 其实是在同一条直线 co-linear是同一条直线 所以它在这一边 画的时候 是没有画到m 这样啊 so 这个是m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要比较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比较三个东西 两个 其中两个 我找am ac 还有mc 这三个 so 这三个里面 我有am 我有am am 是这一个 然后我有ac 有ac 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讲 我的那个ac 等于lanta am 因为它co-linear so ac 是这一个 然后 等于lanta 这一个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这个是chip 2lanta u 加lanta 所以我的 4 等于7 2lanta 所以我的lanta 会是等于8 7 然后我的2k 减3 会是等于lanta 所以我的2k 减3 等于8 7 所以我在这一边 继续做下去的时候 我的2k 等于8 7 加3 3 21 29 7 所以我的k 会是等于29个 4 好就是这样 这边我有东西写错了 这一个 刚刚的这一个2加5个2的时候 他这个应该是9个2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9个2 我这一个是9个2 然后他这一个就会变成8个9 8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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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就会变成 3 9 27 就35个9 然后他变成35个8 ok 好 这样